加拿大发生了银行抢案 这抢匪携带了枪械和警方来对峙 最后是遭到击毙 克枪实弹的警察和军人到了现场来戒备 根据了当地媒体报导 事发的地点是邻近加拿大 还有美国华盛顿州的边境 警方和穿着防弹衣的抢匪来对峙 开枪射杀了两名的抢匪 有六名的园警在枪战之中是受伤送医的 而加拿大的警方就表示 因为他们在抢匪的车辆当中 发现了疑似爆裂物 所以已经疏散了附近的居民 避免整体的事态会持续扩大